大家好 我是Haidy 欢迎收看粤语最财经 又到了瓜果飘香的丰收季节了 空气里面都是罪人的甜物 比起消费者乐见其成的生果自由 果农就如铝薄冰 这是因为行业内多年未破的怪圈 国产生果一度上市柜就会制销 最终只能占卖或倒了 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进口生果自然不同的待遇 即使价格一直走高 但仍然大受欢迎 而今年年初的港西沙堂吉为例 行情低迷到直接跌破了一元一斤 成了名副其实的伤心果 而进口金骨成为了抢手货 每斤的价格普遍是十元以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21年中国果品产量达到29970万吨 产值将近2万亿 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果生产国 但这一串亡落去光纤的数据背后 存在着一个冷耗的事实 国产生果的年选耗多达1200万吨 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4000亿人民币 封产不丰收有量无事 更尴尬的是国产生果 经常被看作进口生果的平体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中国市场上不少的优质品种都是来自国外 近十年来中国从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 意大利等等的国家 引入了将近20个车尼指的品种 巨峰、黑下、金手指等等的热门葡萄品种 亦都是来自日本 拿来主意的后果就是 中国生果品种高度依赖国外 缺乏优质的本地品种 产业发展缓慢 产品採集、分损、包装严重落后 低档和同质化成为了国内生果很难摆脱的标签 中国不缺生果缺的是好生果 虽然从现在来看 中国的生果品牌建设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知名品牌依然是逢无伦角 明明是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硬是将一副好牌打烂 本来应该大放异彩的国产生果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困境呢 2021年10月 由一株果梳藤条引发的天价官司陈埃乐定 中国商人高某被纽西兰高等法院判处 赔偿全球奇异果生产巨头皆配1225万美元 这个还是已经大打折扣的数额 引发了国内网友的热义 事情的导火索是 高某将阶配公司实验研究出的阳光金果 和魅力金果的果树瓦苗偷运出去 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被中国的果农大规模种植 事情发酵之后 舆论是呈现两极分化 有些人认为高某确实是犯了对方的正当权益 亦都有人不服气 认为我们种自己的生果 为什么要被国外索配 大家都知道 奇异果原本就是来自于中国 世界上54个奇异果品种 中国就有52种和38个亚种 但最后在纽西兰被发扬光大 打造成世界最知名的奇异果品牌介配 每年生产就将近8千万箱 销售片及世界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最令人不舒服的是 中国奇异果虽然产量是纽西兰的五倍 但纽西兰就将两成的奇异果卖给中国 并且还供不应求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纽西兰奇异果第一大的出口目的地 价格上的落差就更加明显了 一边是一个售价高达12到30元的奇异果 一边是4到8元一斤的土生奇异果 背后的经济利益差距就不是一点点了 最为可惜的是武汉植物园 曾经自主选用出珍贵的金土奇异果 因为没有国内的企业愿意给合理的价钱接手 科研成果得不到相应的尊重和回报 没有办法只能将国内的市场专利使用权 国外给意大利公司 对方承诺不单只会扩大奇异果的种植面积 也会继续支付专利的使用费 这就造就了一种极为放弹的场景 中国培育的奇异果品种如果想栽生在国内市场 还必须通过国外的引进方式 相当讽刺 2021年4月份 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种苗目法 对1900多种农作物的新品进行了封锁 再也不允许这些新品种种苗被带出中国 特别是严防死守流向中国 葡萄品种阳光玫瑰就是前车之鑑 早在十几年刚刚引进的时候 中国玫瑰的种植面积只有几百畝 但到现在种植面积已经达到80万畝 作为日本引以为傲的稀有品种 阳光玫瑰第一次在国内上市的时候 就因为价格高达200到300元一寸 有葡萄里面的爱马仕之称 在利益的驱动下 阳光玫瑰迅速在中国各地推广种植 不理环境对不对 也不理技术可不可以支撑 先种了再算 急供近利的风气盛行 所以农民种老势种 甚至有些房地产的大佬也来跨界种植 疯狂抗张的同时侵贼不齐的品质 令到阳光玫瑰一步步就失去了市场 价格所以大跳水 根据北京新法地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公示数据显示 2020年、2021年、去年 新法地的阳光玫瑰批发格分别是 26元、22元和25元 和巅峰时期根本不可以比 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 为了得到果粒更加大 产量更加高的阳光玫瑰 不少的种植者 盲目是选了牺牲风味 而换取更加好的价钱 就用肥料这一项来说 在日本原产地 阳光玫瑰多数采用的是植物源的有机物 比如木舌、核桃壳等等 但在国内大多数情况下 用的都是动物原性的有机肥 比如动物的分别 甚至有些果粒为了折省成本利用有机肥 比如轮肥、甲肥、丐肥等等 我们都知道的是 长期使用化肥农药 会打破果树自有的生态平衡和免疫力 有可能停产或是绝收 化肥使用连幅一年 土地会越来越贫積 收获的果子味道也会大打折扣 所以阳光玫瑰的果粒的确是吹大了 但品质就大打折扣 空心的现象也很明显 阳光玫瑰组集的现象也很普遍 为了抢占常先的先机 果龙会在果实还未成熟之前采集 以至于唐宣比出现巨大的差距 所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终于是食上了这个昔日的生果贵族 但就发现不单止没有想象中的经验 还有一些劫口 更加尝不出所谓的玫瑰香 还不及普通的巨峰好味 失望过后被市场抛弃就是理所当然的结局了 近年来国产生果滞销的新闻频出 比如陝西的苹果 微生的鹿油等等 来自进口生果的强烈冲击 压到国产生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数据足以说明问题 2011到2013年 中国生果进出口还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 2013年之后 进口生果开始是超过了出口生果 2016年到2019年 基本上是呈指数级增长的状态 但是中国生果的出口量就不温不火 2020年之后 虽然受疫情的影响 进口生果的数量有所减缓 但是生果贸易差仍然在持续扩大 根据预测 未来10年 中国生果进口的平均增速 将会持续高于出口的平均速度 从生果的进口量来看 车离子和榴莲 一直都是中国进口生果的热门品类 比如泰国8成的榴莲 自利8成的车离子 都是进入了中国的消费市场 即使售价不挥 消费者仍然是取之若目 供衰两旺 反观中国 到目前还没有标准化的 果品质量管理体系 果品以次充好 南于充数的现象屡见不鲜 无序的发展更加是不断拉低 中国生果的总体质量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法国非常重视农业技术推广 有一套完善的体质和机构设置 法国农科院推广了74种栽培植物的 优良品种四百多个 培育的很多品种 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 日本政府 对农业生物技术和品种的研发 也非常重视 将发展生物农业技术 纳入了国家发展的规划中 结合地区的土壤、地形的特点 研发不同的品种 走精细化品牌农业发展的道路 而据有关部门统计 中国在应用和推广方面的科研成果 只有三分之一 很多成果未经过中间实验和生产实验 而且由于专项经费太少 所以很多工作根本无法铺开和实现 幸好国家已经意识到了 依赖国外引入品种 可能会带来链颈就命这个问题 在2021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 专门提出要打好众业翻身仗的目标 加强自主、选辱品种 既是蜡烛当下 亦是面向未来 随着国外对于种子知识产权的日渐收紧 生果战争已经不是小打小闹的格局了 拿着品种研发的心 合不容换 当然了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无论是市场化研发、标准化种植 还是社会化服务、供应卵输送 中国的生果产业有太多有待提高的地方 还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但是如果不可以从根上真正重视起身 一美躺平 国产生果的未来恐怕依然是难逃 恒铁不成缸的命运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